大家好,又回到我们《望向必输》的YouTube channel的时间了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KL的大马Sir 各位网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我们的频道遇上了经营困难,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多谢各位网友 今次我们讲讲台湾地区的事情 台湾地区 各个政党就公布了他们的财政报告 出现了所谓叫西瓜效应 居然 被人说是很有钱的 政党的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经常被民进党说是全世界最富有的政党 不是 原来不是 我们看看 来回来 昨天 台湾的政党就公布了 他们的 财务 新报书 国民党的收入是6.1亿新台币 支出 是4.1亿新台币 结余虽然有2亿新台币 但是 还要上还 两年前的欠款 所以 都是负7500万新台币 就是平衡 是负数 另外 民进党的 民进党 就有 8.5亿新台币 收入 支出是7.7亿新台币 应于7700万新台币 如果要比较政治献金的话 上一个财政年代 民进党 收到的 政治献金 有1.45亿新台币 国民党比较少 只有1.23亿新台币 我们再看看 再上一个财政报告 民进党 就是 1.87亿 新台币的政治献金 国民党 亦比较少 只有 1.16亿新台币 可以看到 政治献金 就有西瓜效应 西瓜是什么 靠大便 对吧 所以 依据台湾 《政党法》 引号 就规定 政党 应该在每年5月31号之前 向台湾当局提出 上一个年度财产及财务 状况的 一个 决算书表 就是整个财政报告 是要说什么决算书表 有些名字 是的 但是因为疫情 大家记得5月份的时候 台湾地区 疫情大路 转发声 所以要延到 8月底才交 交了当然 还要審议 審议之后 给全台湾的人看 经查证 其实 原来台湾有 124个政党 这么多 挺厉害的 申报率 和合格率 100% 民进党方面 刚才说过他们的 收入和支出 其实 他们 相当富裕 民进党收入 上个财政年度 比前个财政年度 大增 2.38亿 推测 因为 台湾地区 选举的 大年份 当初 民进党 大家知道是西瓜靠大便 知道你有机会当选 那我 也是很棒的 也是需要捐献一些 所以 在这个 党费收入 当中的常年党费 收入也挺厉害的 达到1.19亿 就比前年 多了2100万新台币 嗯 也意味着 交党费的人多了 是否证明多人入党了 那当然 那当然 还有 我们知道 之前就是选举的时候 号称选举年 大家 眼光都挺好的 都知道 民进党会当选 我还以为国民党会多很多 原来不是 反而不是 大家都不看好看 也是因为国民党那批 公子们 其实很有 籌款能力 但是 韩国瑜 不要了 是吧 觉得 你这么草筋 赔不起我们 嗯 所以都挺惨的 韩国瑜 就是靠韩粉 但韩粉也很有钱 事实 我们看到 国民党 虽然有收入 但是 他们党产就受到 那些 正义 转型 冻结 经常被人清算 所以 没有办法支用一些党费的东西 因为要还债 我们看到 国民党 的支出 是 做什么呢 就是 有些场地的租金 还有行政 费 还有 其他的 不动产拍卖分配的等等费用 是正常的 是 是 但是我们看到 在政治献金的部分 事实上 民进党 最新的那份财政报告 是真的比国民党 多两千多万新台币 在选举年 更厉害 是多七千多万新台币 所以从结论来看 无论在个人 盈利事业和 人民的团队对于政党的 捐款 热度来看 的 是可以反映后来的 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和 文代 得票上 应该是 算不算是 卖定离手 是的 台湾媒体都这么说 真的 没错 我们看到 民众党 不是民进党 民众党 即是阿文哲的政党 最新的那份财政报告 收入有 1.09亿新台币 支出有 1.03亿新台币 其实 加上 有正的 剩余 610万新台币 民众党因为前年才成立的 所以 就没有 可以对照的结果 另外一个 也挺出名的 市力 市多力量 其实 上个财政年度 6,950万新台币 前年6,795万新台币 也增加了百多万新台币 支出 上年是支出 6,277万新台币 前年是6,338万新台币 减少了61万新台币 所以你看到 其实 上一个年度 他们的余额有672万新台币 也算是挺好的 这么小的政党 也不算小 在台湾来说 时代力量 我们看到 其实 这个民进党 财政管理也是挺好的 财政管理 我不是说他们什么 只是说他们财政管理很棒 而且 有一件事 也在台湾炒得很热 是什么事呢 民进党 城市的一个 民意代表 周瓦宁 居然被人 指控 说他 诈骗 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 诈骗 助理费 嗯 是的 根据新北地检署 昨天 就说 很厉害 就兵分五脑搜查他的服务处 户籍地 并且扣查手机 平板电脑 还有传接 还有相关的文件 等等的物证 也通知七名相关人士 两名证人 导案说明 诈骗的金额 也挺厉害 超过 8万新台币 哇 全案 就会向 贪污 治罪条例 征办 有人可能 有些贪腐问题 嗯 检方其实昨天晚上 就将 这位 周女士等等的七人 送到地检署 在 也认为 落个口供 检测认为 周女士涉嫌 贪污 而且 情节比较严重 哇 今天凌晨 已经 已经 依照 台湾地区 反贪污 治罪条例 向法院 申请 积压禁建 这位周瓦玲 你记住我不是读错 她是叫 申请的 是一把声的声 是 台湾地区的名词 比较奇怪 申请就是申请 申请就是申请 申请 据了解 这个 检方接获 宣布 周瓦玲 长年 原来 拼用自己的亲友作为人头助理 向新北市的 地区 扎领助理的补贴 并且 将这个款项 哎呀 这个我根据台湾地区媒体所说的 摆入自己的荷包 自行 留用 初步估计 这个诈领金额 达到 过百万新台币 这个周瓦玲 是民进党人 就是担任 台北院 你记住 因为当时 未叫 新北市 所以叫台北县 台北院 第15、16届民意代表 并且连入 新北市第1到第3届的民意代表 都挺厉害的 亦都是 诗子 大家有没有出过 席子 前阵长 而且 他就是 民进党前 立委 引号 周瓦 属的阿妹 属于地方势力人士 地方势力红厚 亦长期在深耕 其实台湾媒体也说 原来是这样的 按照黄之锋经常说 深耕世作 赢回选界 是 其实他也是深耕世作 以及 在地方都是很努力工作的 很少有负面新闻 谁知 想不到这个负面新闻 就可能令到他有牢獄之灾 不过 不过我们看到 这位周女士的前夫 刘才阴先生 在2016年担任他的服务处主任时 亦爆出过 勾结 有一个宗教团体 在澳洲也有一个宗教团体 叫天嘟盟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好像那些嘟社会的名字 这是宗教团体 但是有少少神化的 有少少神化的 天嘟盟 人士 就说他们 掩置过 直指的多单建筑 案件 亦找到了 Color社会 恐吓这个承建商 哎呀 没错 真的是社会 之后再出面 以选民服务的名义 在中间协调 哦明白了 即是找一群人扮凶神恶杀 之后就去那些承建商 喂 这里是我地头 之后这个服务处 就可能出来调停 哎呀大家一人小句 这是台湾媒体说的 中间谋取不发利益 曾经一度重创 周瓦玲的形象 亦有人说为什么他们 要离婚 就是为了割席 也不奇怪 后来周瓦玲因为 地方实力很大 而且 自己姐姐也是 做过 民意代表 即是他们所称的立委 立委引号 他也是形象比较积极 相当正面 所以最后 那些人也是力挺他 做这个 新北市的民意代表 亦都认为 哎呀其实 周小姐是无心的 他平时公务繁忙 才让他前夫有这些坏事 喂 全退给前夫 你真是 可能 老实说 大坏sir 你想想 可能是他们策略 一个人都吃光 明白吗 哦 OK 其实我觉得 根据这个 花交台 他们说 其实 这个图 胡君恒说 他觉得 黄台仰和 梁天琪 都是一个是 硬吃 一个是走的 那么 听闻是 抄了这个生死丑 哦 糟糕 抄到生死丑 结果梁天琪就留下 没得走 当然了 现在就在 监狱里面 黄台仰现在 咦 扔了头 打了胎 穿西装 在欧盟那里演讲 在吃着德国猪手 在喝着德国啤酒 没错 还在读名牌大学 其实我们看到 新北市这一年来 传出了很多涉及助理的丑闻案 就好像 高敏慧 王淑慧 王永昌 证换家 蓝鹿也有份 都是 有人就利用这些助理的名义 去骗 叫做 阿公 这个人也挺厉害的 可以和前夫 一刀两断 他的错不关我事 我只是忙 是不是真的这么多忙 有没有回看 有没有回看之后 再发觉 和前夫是勾断私恋的 没有 可能他们比较隐蔽 而且很搞笑 他说很忙 但是你前夫是帮你办事处做事 我当你 一般来说你忙 那你们不跟单位做工 是吧 那你就不知道他做什么 但是你同一个 办事处做事 放工之后还回到同一个家 有 这样的嫌疑 另外 当然 民进党 收入不错 但是 勞工就不是那么好 因为 最新消息 今天 就是放无薪假的人数回升 升回 37,929人 无薪假又震运 其实台湾地区 公布了最新的 减班休息 即是俗称的 无薪假 好心理 无薪假 你写无薪假 又说减班休息那么好听 这些台湾地区的人用中文 其实我觉得整天都为了掩饰一些事实 什么校正回归是吧 其实就是怕数字太大 怕别人说你疫情严重 其实他们公布了无薪假 的统计 目前就有3638家 企业 刚才说过37,929人 实施无薪假 一个星期之内 就多了181家企业 和2166人 进入无薪假状态 增加的行业当中 以这个 住宿 餐饮 和支援服务业 还有批发零售业 就是重载区 根据 台湾的人力资源专家 李建宏 的访问就说 随着 陈时中 持续松绑这些防疫 的措施 以及 振兴五倍券 准备上路了 顶应上路 他们 跟我们说 送你上路 我们来说是不得了 不顾佬佬 是的 准备上路了 这个陈兴五倍券 其实他是不是说 这个苏征昌 陈兴五倍券 就快 就快不行 所以就叫上路 他就说 陈兴五倍券 就上路 但是 预期无薪假的情况 可能是会 降温 但是 想不到是升温 不知为什么 他也说 今年 陈兴五倍券 实施在10月 哦 原来就是 刚刚是 观光旅游的淡贵 所以不需要那么多人做工 难怪 你早点搞出来 好心你 反书枪搞得这么久 当时 已经有很多店铺说 我等不及了 对不起 我去倒闭了 有一间 台湾的刨冰店 那间 刨冰店 就是因为等不及了 哎呀 真是 另外 今年 亦没有报复性消费 因为 今年疫情比上年 严重得多 对于 内需的产业复苏 更加 不够强劲 这个已经说过了 但是苏精昌不认 连 这个爬莫都说 好像 台湾的内需不太足够 因为大家没有信心 很害怕 疫情又来一波 当然了 前膀下身 你这些烂鬼高端 不知道能不能 现在可以运打了 没事了 不敢 因为另外一只 货源 好像不够 所以特别低 我经常都说 买第四劑 顶你 真是 唉 都是那句 真是好难无奈 你连第一劑也有很多人没有打 时就说 我们准备买第四劑 现在全球只有以色列可以这样说 你行不行 不要忘记 以色列是超前部署 真是超前部署 而且人家以色列 是很多聪明人在辉瑞工作 包括 现在辉瑞的CEO 都是犹太人 你 有没有台湾人在里面做 有没有这样的感情 没有 另外随着 各中各小的开学 本来希望带动各行各业 谁知道有这个疫情 大家记不记得 长泳航空那条磨碌 拍招 大家都害怕了 还说开学会复苏 那些学校 自行 是 叫小朋友不要上学 那小朋友不上学 店铺也有生意吗 大家知道 其实全世界都一样 你在小学 中学附近 有些买点小食的 是不是很正的 大马上 小时候 是正的 怎样都是有钱赚的 那些推车的那些人 你现在连学校都没有赚钱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 台湾无薪价也是挺严重的 第一名最严重的就是 住宿餐饮 第二名 就是支援服务业 原来支援服务业 是旅行业 是旅行社的那些 那叫支援服务业吗 对 有些是旅游业 旅游业相关 但是有些地方 好像我们 旅游业 它有 包含住宿的 所以 我不知道它是怎样 第三名 批发零售业 亦是持续受到疫情影响 本来很好的 但是因为 Delta变种的出现 令到 更加多的学校 小孩不回学 而且有些地区 局部地区 有些人都不敢外出消费 是的 他老去都说 不敢 叫做堂食 但是马sir也是 初初开那几天 鬼敢去 都是看顶点的 各个都是 对吧 在过了 接近 差不多两个星期我才敢去 和家人 是的 而且台湾在Delta变种 对吧 所以你都很难 很难 说那些人为什么不去 你以为个人像你民进党那么聪明 筹款那么厉害 对吧 好,这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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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